我这是怎么了 突然感觉恶心 我最近也没吃坏东西 等下 我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检查结果出来了 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老是感觉到恶心 那个女士 恭喜你 你怀孕了 什么 我怀孕了 是 我一个多月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女士 你这是怎么了 这怀孕是件高兴的事 我只是比较意外 行了 你现在怀孕是件好事 你先生呢 我有句话要嘱咐他 他工作忙 出差了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那行 你现在聚会比较浅 在家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还有要少运动 在家要多休息 医生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个孩子我不要的话 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 你的意思 你要打掉他 女士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的身体本来就患有先天性的软潮综合症 如果你要把这个孩子打掉的话 估计以后就很难怀孕了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我如果把这个孩子给打掉的话 我以后就没有机会当妈妈了 是这个样子 而且本来你这个状况 是不容易怀孕的 现在怀孕了 你怎么想着要打掉他 我再考虑考虑吧 那行 谢谢啊 谢谢啊 怎么会怀孕呢 什么 你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我现在看不上你了 行了吧 我告诉你燕子 我都跟你说要分手了 你就不要再纠缠我了 李孙宝 你早干嘛去了 咱俩才一起都那么多年了 你现在来说说分手就分手呀 怎么了 不行吗 你别忘了 咱俩还没结婚呢 知道没有结婚 李孙宝你自己摸着良心好好说一说 这么多年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现在说要分手就要分手 你总得给我个正当理由吧 理由 分手叫什么理由 你别太坚真了行不行 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有个大好的机会 你可别耽误我 我说呢 平白无故怎么想起来跟我分手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是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李燕子 她的条件比你好多了 而且家里是开公司的 我要进了他们家 我最少少分了十几年呢 你懂不懂啊 我告诉你李燕子 好聚好散 你啊 别耽误我大好先生啊 行 我算是看明白了 之前 我的一片真心都被了狗了 你现在 非得入豪门吃软饭 我也不拦着 这样最好 你现在 吃着你的东西 赶快给我滚出去 我以为都也不想看到你 你活蛋你 去 不行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再怎么说 这个孩子也是他的 他有知情权 喂 李尊宝 你在哪呢 李燕子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少跟我联系 我有件事 要告诉你 你告诉我 什么事啊 我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什么 你 你怎么能怀孕啊 李尊宝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我这么说怎么了 告诉你 李燕 别问我不知道你 你是不是想拿怀孕的事 来球场把钱呢 我告诉你 没人都没有 再说了 咱们俩都已经分手了 你跟我也没有关系 我警告你 你现在立刻马上 去医院 把孩子给我打掉 滚 李尊宝 李尊宝 什么人啊这是 怎么办呀 我如果打了这个孩子 我这今后可能 就没有机会当妈妈了 不行 就算这个孩子他不要 我一个人也要把他抚养着大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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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我打电话呢 啊 喂 妈 叶子 你在上班呢 哦 我在上班呢 你看看你 多长时间都没回来了 我都想你呢 妈 我这段时间不是忙吗 我想着再过几个月 我有时间了就回去看你 什么再过几个月呀 燕子 要不这样吧 这星期间你跟SIMO一下一起回来吧 妈给你们吃点好吃的 妈 不用了 我们工作最近挺忙的 你就算我们回去的话 也待不了多久 这多麻烦呀 等我有时间了 我回去多陪你一段时间 我还有事就先挂了 你说说我闺女 上班怎么那么忙呢 这都多长时间了 要不回来看看我 这回在家现在没事了 我去看看她 看她到底现在怎么样 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燕子 你 你这怎么回事呀 先进屋里吧 进屋里再跟你说 你呀 我说燕子 你这跟SIMO还没结婚呢 怎么能怀孕呢 妈 之前是我本来打算 过段时间再告诉你呢 没想到 你今天居然来了 我今天要不是 OK 我今天要不是过来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还准备 一直瞒着我呀 燕子 这肚子都这么大了 什么时候结婚呀 结什么婚呀 你说结婚婚呀 这肚子都这么大了 赶快对SIMO商量商量 把这个婚事给办了 妈 我 我跟SIMO分手了 你说什么 你为什么分手了 那分手了 你也就是这个孩子 干什么呀 燕子 妈 我也是分手以后 才知道自己怀孕的 那现在既然知道怀孕了 你告诉SIMO没有 我跟他说了 他让我把这个孩子给打掉 好呀 这个SIMO 他真是想说的 确实是这样说的 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你怎么那么糊涂呀 既然他都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你也留着他干什么呀 走 妈跟你一起 把这个孩子给打掉 妈 这个孩子不能打 不能打 难道你想把孩子生下来 你一个人养着呀 你想过没有 这一个女人家 带着一个孩子 多不容易啊 以后的日子 该多苦呢 我知道妈 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孩子必须留下 燕子 你就听妈的劝吧 妈都认为你好 你说你以后再跟着孩子 就算再找一个 这对孩子也不好呀 妈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这医生说 我有软潮综合症 这怀孕的距离本来就不大 如果我真的把这个孩子给打了 我这辈子可能就没有机会当妈妈了 所以我才把孩子给留下的 你说什么 你也得了软潮综合症 燕子 这怎么回事呀 你走了妈的老陆呀 你说我怀孕的时候 你爸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东西 他知道我怀孕了 他就把我给甩了 我当时也是想着 这怀孕不容易 所以我就把你生了下来 孩子 你说他没娘俩 命怎么那么苦呀 妈 既然你当时 都能选择把我给生下来 你也能理解我 为什么非得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你说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呀 他也是一条生命 我想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以后好好陪着他 行 贵女 既然你都这么决定了 妈推你的 你放心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 妈会帮你养着 咱们娘俩呀 把这个孩子 抚养长大 好妈 只是以后辛苦你了 妈不辛苦 燕子 你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 你别一个人在这里了 不许不放心 要不这样吧 今天起来我来了 走 咱把东西收拾收拾 咱都回老家 妈好好照顾你 好 走 有了 那 有了 我 谢谢大家